今天节目最终是宝洁 当全世界把焦点放在了尾巴战争 放在了俄战争的时候 没有想到整个亚太的情势 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严峻 前两天传出来一个消息 就是普丁在浴室跌倒 他的随乎听到轰了一声 进去了以后就看到普丁躺在地上 而且口吐白沫 当时虽然急救成功 可是今天最新的消息是 普丁他心脏又突然的停滞 当然如果普丁的身体有个三长两短 对整个东亚对全世界的局势 都会造成了天大地大的影响 而这个时候更诡异的是 俄罗斯本来跟美国签订的一个协议就是 我们要禁止核测试条约 之前俄罗斯就说我要取消 我不要再加入了 可是今天非常明白在讲说 我现在已经决定了 我要撤销加入核子测试的这个条约里面 而且我即将进行核子私报 这也太巧了吧 才刚刚传出普丁病重 俄罗斯马上下了这个众手 还有我们看到中国在今天 它的新型的核间体要下水 甚至又传说 它的东风26已经放到了东南沿岸这个地方 摆明的要对东亚对台湾造成一个威胁 所以就可以看到说 美国的压力有多么的大 而美国为什么会做一个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在联合国大会的时候 我们看到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当时投下了否决权 否决票里面觉得说 我现在等于大家都认为我支持以色列 对巴勒斯坦进行攻击 当时大家都认为说 美国对于以色列开了一个绿灯 让以色列可以在加萨走廊为所欲为 但没有想到现在消息出来 这个否决票只是安抚以色列 原来美国做的所有动作都在安抚以色列 都在迟缓它地面攻击的时间 当然以色列今天受不了了 它今天发动了地面攻击 但这是一个局部短暂的 因为现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 这个所谓的转变 整个封变了 我们看到连接彭博士都讲了 现在以色列已经没有站在道德的高度上 连在纽约的街头都直接质疑 以色列攻击加萨走廊 是一个非常大的罪恶 所以当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 整个加萨走廊 还有可能有大规模的地面战争吗 还是说现在加萨走廊的这个战争 已经被控制住了 因为我们看到了拜登 他要全心全力地来对付中国 好 我们今天请到两边 来帮手一趟财经专家黄收手 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是梅一岛 电视报组长护子家 大家好 第三位是资政典杨慧珍 大家好 第三位是资政典杨慧珠 大家好 第二位是桃源市议员黄金平 大家好 平安 第二位是资政典影运者女藏玉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这个世界 也变化得太快了吧 没错 这些传说的第一个消息 之前就讲 普丁说 他在晚上的时候跌倒 在浴室跌倒 然后口吐白沫 当时克林普 李光还否认的 结果今天传说 他的心脏骤停 然后马上传说 习近平这边刚刚讲到的 他的这个核子潜艇 下水了 而且最近有非常多诡异的事情发生 什么叫诡异的事情发生呢 第一个 普丁的身体现在出了问题 他好像是在中国访问之后回去 是不是太累还是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突然出现传出他心脏骤停的这个状况 虽然克林普你公否认 可是问题是 现在最新的消息是 听说医生已经跟他们家属说了 叫他们做好心理的准备 不会有奇迹发生 因为当时只有一个telegram 也就是当时专门报 克林普能公小道消息的这个单一讯息 对 可是现在不是一个telegram 是的 不是单一讯息 是很多的消息管道都这样子传着 对 如果普丁出现身体的状况的时候 这可能局势会完全的大改变 另外一个在普丁说 他是这个疑似重兵的时候 俄罗斯突然在这个时候 决议取消所谓的禁止核四报的这个状况 他要进行核四报 然后不止这样 习近平突然之间最传出来说 他们中国的洞93B 已经改装可以搭载所谓的巡异飞弹 特别是核导弹的 他们也下水了 洞93B下水了 突然在这个时候 东亚局势紧张起来 特别是你知道 今天拜登在见这个阿巴尼斯 澳洲总理的时候 他警告说中国你不要攻击菲律宾 所以这个局势怎么 东亚局势突然之间紧张 还是美国已经听到 俄罗斯跟中国会出现 怎样一个局面的这个状况 所以说你从拜登最近的这个言谈 你从拜登最近的谈话里面 他对于东亚的情势 对于整个中国的这个敌对状况 比其他地方更严重 所以这时候拜登要怎么办 他怕说 他现在在俄乌战场 在以巴战场上面来说 他就要想办法降温 所以降温的时候 今天以色列不是说 我们开进地部队开进去吗 我们看这个画面 对 他的地面作战开始了 他就说我一开始 想用那种坦克的大军进去 先用什么 我们之前讲过那个D9 这个推土机 就是这个推土机 然后我推土推得平平的 然后今天坦克进去 推土把我前面的障碍 把全面的地雷 全部的障碍 对 清楚之后 坦克大军就进来了 坦克大军进去了 进去了说 看起来的话 我们一直讲了说 这个所谓以色列 成兵三十几万 坦克大军数千辆 要进去了 可是宝贼姐 很诡异是什么 打进去之后 他们就撤退 马上回来 对马上就回来 他们就说 我们已经完成了 有限度 但是深入的攻击行动 以色列干嘛要缩手 为什么 因为美国怕 如果这个时候 你身高冲突之后 现在恐怕会导致 整个美国会陷入 三面作战的这个局面 而且是说 你常常讲说 国际局势是什么 这等于说 真实真假难辨 对 之前刚刚讲的 10月18号 在这个全国安理会 联合国安理会里面 对 这个是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 他举手 他投下了一个否决圈 对 否决圈就认为 我不接受 然后呢 我觉得大家都认为 你帮以色列 开了一个绿灯 对 帮以色列开了一个绿灯 之后 你可以让以色列 在整个加萨走廊 为所欲为 对 但现在的解密资料是 这个否决 做的所有动作 都是持质 延迟 让你不要进行 大规模的地面作战 没错 事实上这个 这个所谓巴西的 这个要求里面来说 美国后来否决立场 就是说 因为以色列要有自治权吗 事实上这就是 以色列要听的 但是美国说 没有错 我让你有自治权 但是 你等我一下 美国一开始是跟他说 我们这人质的问题 你要让我们救人质啊 好 人质可能 哈马斯放了两个人 这样之后 美国又说 没有没有 你要再等一等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这边 现在我们有很多 我们的组织啊 我们很多基地 在伊拉克 在很多地方都有 你要让我们 先能够防守 免得你打哈马斯之后 我们这些基地会受到冲 我要防空飞弹 所以它一直一直拖 拖到现在之后 你知道 现在出现了一个 不同的氛围 方便了 国际媒体开始说 你以色列这样太过分了 你知道很多加薩的医院里面来说 很多小孩子被杀了 然后很多这个婴儿 儿童都被杀了 甚至美国街头来说 拜登必须要为以色列 轰炸医院付出代价 现在风变了之后 美国政府在这个时候来 会不会顺势来一个 怎样的一个方式 这都是值得观察的一个状况 而且顺利说 现在最值得观察的是 普丁的身体 到底怎么回事了 你今天刚刚讲的 在你的浴室里面 跌倒口吐白沫 还有说你的心脏骤停 你的医生告诉你的这个 他的家人说 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这个到底是谣言 还是真实的 那如果他只是谣言 为什么第一个 科比美国要这个大 这个等于说非常慎重其次的否认 第二个就是 你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 你本来是跟美国有一个 禁止核试报 核试验的这个条约 你要推翻了 而且这就是诡异的这个状况 明明万一介都说 普丁现在身体状况不佳 可能这个心脏骤停 然后不只骤停一次 还两次 然后医生都跟他说 你要小心 你家属可能要进行 跟他塞骨拜这样的意思 就没办法真实的时候 俄罗斯反而是很强硬的说 我们现在我们要撕毁 我们跟美国签的这个 这个禁止核试报的这个状况 我们反而要核试报 而且现在俄罗斯撕出一些画面 说你看我们现在马上就开始了 发射导弹 还有巡逸导弹 马上把照片丢出来了 对 然后还说什么 我们还有这个95MS的远程 战略轰炸机也来了 然后我们在演习中 还发了一些 这个亚尔斯的这个 洲际导弹飞弹 我不但是说我要这个 撤销核试报调 禁止核试报条约 我还丢了这个 丢这个就是这样 三位一体打击你 美国的这个核试报的能力 我们就我们有这个 陆基的还有空基的 还有巡逸飞弹这样一个状况 只差前提没有出来 可是这时候还释出 有画面是说 这时候还说 你看普丁有在这边看 所以普丁是在的 这样 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特别把普丁弄出来 而且普丁是在一个视讯里面 他在跟大家联系 视察军事演习 这样的一个状况 刚才讲的 然后国防部这个 其他人坐在一起 那个核试报的话题就出来了 对 那就很奇怪的画面 就是说你这个画面 是不是已经拍好还是怎样 为什么这个是 人家传言你普丁身体不好的时候 你就刻意装得很强硬 所以这就会让外界觉得说 这好像有点怪怪诡异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一个状况 如果我今天撤销加入 这个禁止核试报条约 对 很严重吗 当然了 因为你现在等于说 我现在要发展我的核武了 好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你看美国也马上就公布 美国就说你看 我们也有啊 我们现在我们也准备要开始 我们的你要核试报 我们要核试报 所以现在双方 大家反而都是要开始 中国也开始要核试报 对 所以他现在反而因为这样子 大家把这个紧张的趋势往上拉 所以这某些程度也告诉你说 拜登其实现在担心的 绝对不是尾巴战场 尾巴战场这个都是小打小闹 但是如果俄罗斯的普丁身体 出了什么状况 然后中国跟俄罗斯还什么密约 他们现在在搞这个核武的 这个状况 这才是拜登最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在拜登的心目中 他的优先缓急是 整个东亚之敌 所以他要努力的 去让这个以色列尾巴的情势 不要升温了 因为尾巴情势来 如果在升温的话 让他卷入了国家太多 美国没办法三线同时 开战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看 这是华尔街日报讲的 他说美国跟以色列官员 所报导就说 以色列已经同意美国的要求 将暂缓这个禁军加萨走了 以便美国 暂缓禁军加萨走了 能够盖地区的紧急 部署飞弹防御系统 保护驻扎当地的美军嘛 所以美国正在部署 约莫12个防空系统嘛 所以就说 美国一直想要让你 不要那么快的打 那今天呢 这个纳特尔亚 我觉得昨天发表 这个所谓他们的相关的说法 说我们正向哈马斯 要倾泻所谓地狱之火 而这几只开始 就看起来好像要地面作战 但是地面作战的时候 你看做了没多久又回来 就当以色列的说法是什么 说我们是为了下一个阶段的 战斗准备做准备 那你就直接开进去啊 为什么没有开进去 因为老美看来说 你够了够了 让你发泄一下情绪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现在整个气氛是不太一样 那为什么气氛不太一样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国际的声浪 对以色列跟美国 都形成了某些程度的压力 为什么这样说 整个风变了 对你看现在越来越多 媒体都在报道什么 你看这是过去加萨走廊 这一带的一个北部地区 这个拜特哈农这个地方 你看原本这边 还有树啦 还有房间 房子结比临次都没了 就被摧毁了 所以现在 你又说 你这样太残酷了吧 另外什么你看 加萨走廊 这个一带的话 目前为止来说 大概约莫青有大概 五千多名 被人家炸死的这个状况 到处都是尸体 到处小孩子死亡 阵亡了一大堆 他现在死亡 已经到了六千五百人了 你看这是before跟after 过去你看 还有这个 青山绿水的这个感觉 现在完全都 这个断圆残壁 那现在你看纽约都摆出 这个以色列 对拜登来讲 纽约是他的 这个大本营 你要为这个 以色列的轰炸 做出这个 这个所谓付出代价 另外还有什么 现在为止还有一个事情 也让大家这个想闹翻天 就是纳坦雅胡 他现在很强意说 我要打进去 可是现在以色列人说 你搞什么 你儿子现在在卖阿密啊 他那边开心啊 现在反而就很多人 开始在批评纳坦雅胡啊 现在以色列人都赶着 搭飞机回到了故乡 为国捐 为国作战 就你儿子在卖阿密 对 所以那这些风 这些所谓 报不出来的消息 都对这些所谓 这个纳坦雅胡 或是对拜登政府来说形成很大压力 譬如说你可以看到 现在越来越多 很多记者进去的时候就是看 马上就看 很多都个大爆炸 大爆炸 然后很多小 他们就拍了很多小孩子 小孩子你看 这个小孩子 他们大爆炸之后 全身在那边颤抖 这样做 这种画面你看 那很多小孩子 爆炸完之后 在那边哭 然后还有人家安抚他 就很多小孩子都是这样 然后很多小孩子 已经没有看到他自己的爸爸 甚至轰炸到他 已经不认识他自己的爸爸 太紧张 太害怕 抖成这个样子 那种画面一再在国际媒体上面 这个放出来 甚至还有一个记者 还有记者他说 他在现身说法 他说 你不是叫我这个 把家人往南迁吗 那往这个加炸走南部去吗 就我家人都要往南部去的时候 他们已经到了南部 你号称了安全范围里面 就为什么他还被炸死 他就这样讲 所以那事实上 他们要控诉什么 控诉以色列 其实你已经是滥杀无辜的程度 那你要比例原则 所以这些都形成了 以巴战场似乎看起来的话 恐怕会是一个 比较偏向局限性的一个战争 懂事实上 古丁之前就传说 他倒在他的浴室里面 然后口吐白沫 是一个信号 他旁边有个急诊室 把他给救活了 但今天刚刚讲的 英国媒体 再继续加码 英国媒体继续加码是什么 他说他的寿命 已经大大的缩短 他的心脏骤挺 甚至 顶尖医生针对说 你这个东西 你要家属 做好心理准备 这么严重吗 但是有问题在哪你知道吗 为什么这个新闻 一直不断地出来 这个很妙的一件事情 就有人在放这个东西出来 那谁在放 就换言之上 普丁他也有反对党 那在共产党本身 在说就是克里姆林内部 也有权力斗争 要有敌对势力 那这个东西一直有人在放 而且医疗那么敏感的东西 没有办法查证的东西 它变成单向 我们新闻最重要的就是要verify 要去查证嘛 check and balance嘛 这些都没办法做 就单向的情报一直往外面丢 这个代表后面的波涛汹涌 这才是要注意的事项 有斗争 当然是有斗争 不然这个东西不会出来嘛 你看那个金小胖 他要全世界各地去跑 他坐火车就带个自己的马桶 把所有的排泄物都要收集回去 这都是最重要 最终独裁国家的一个 所谓的元首健康是高级机密的东西 那只不过到全世界各地都把媒体传来传去呢 不合理嘛 所以背后的那个力量的那个角力 那才真正的可怕 所以我觉得这个背后的代表的讯息 而且美国一定在放这个东西 这怎么可能英国情报做得到 英国在美国搞这个东西就叫英国放嘛 所以我认为还是美国的情报人情报单位 在做有关的政治宣传跟不断的放消息 暗示后面有更大的政治斗争 另外一个我看不懂是 现在以色列还要再打地面作战吗 他今天好不容易打了一个地面作战 可是是一个短暂局部的 美国真的拉着他不要动吗 当然不是这个格局嘛 我跟俄罗 你去看以色列的过去的复仇战争 曾经有高达过最有名的一次就是 他的慕尼黑的运动会 他的运动员被杀掉 后来这些家伙 他追踪这些复仇行动 长达有近 九年 有九年的时间杀 全世界各地真的做到 全世界只有莫萨德做到这件事情 虽远必出 一个都没有放过 一个都没有放过 厉不厉害 全部给你杀光光了 有了把你抓回来了 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的复仇行动 他不可能停掉 这是第一点 大家要搞清楚大目标 第二个 你要回头看 他的国防部长第一天开记者会 他怎么讲 他的作战叫什么 叫Complete siege 对不对 围城 围城 他要完全围城 Complete 他要长级的围城 这就是个包围战嘛 他自己知道 你这个地下道 我搞不过你 我把你饿死你这家伙 把你 你看 你看死亡数 莫名其妙 六千五百人 到了五千多人上来 那怎么死的 被炸死的吗 还有医疗问题 他现在只给你 他现在开放了 人道救援 长期的一个围城的战争 是非常残酷的事情 美国这次特别派了一个 海军陆战略的中将 进到这个地方 而且他特别提醒以色列说 你不要以为说 这个象战很好打 你不要以为说 这个地道很好打 如果你不小心的话 美国有一个非常惨烈的教训 废鲁杰战役 是什么 为什么现在还是美国的教案 他甚至 是美国心头一个 非常痛苦的经验 保决官美军强不强 强 但是到美军 今天的这个心理念梦魇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废鲁杰战役 他们心头的这个黑影 就是在越战1960年代到70年代 打了越战顺化战役以来 最惨烈的就是废鲁杰战役 一直到后来打ISIS的这个摩苏尔战役 那废鲁杰战役发生的背景是在2004年 那一年的3月31号发生了黑水桥事件 黑水桥就是黑水公司的四名雇佣兵 他们在这个废鲁杰 废鲁杰的地理位置在伊拉克的 大概中央的这个地区 大概在巴格达西边的70公里这个地方 人口只有30万人 东西大概长4公里 南北宽大概4.5公里 这样一个城区并不大 当时美军就是有四个这个黑水公司的人 在里面遭到伏击 然后呢杀害之后呢 他们把黑水公司的这个四名的这个雇佣兵 有两个把他解枝 解枝 对 尸体残缺的挂在了那个电线杆上面 还有甚至挂在诱发拉底和那个桥梁上面 美国媒体和外电报导 美国非常觉得羞辱 然后美国总统小布希大怒 然后当时要求 后来川普任内当国防部长的马蒂斯 就叫做疯子马蒂斯 疯狗 疯狗马蒂斯 那个时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军的指挥官 他就是那个部队的指挥官 然后那个时候小布希总统就跟马蒂斯讲 就跟Made Dog讲 我就给你72小时时间进攻 然后马蒂斯跟他报告说 我还没有准备好 贸然进攻会可能造成重大的伤亡 而且平民都在里面 有30万的这个居民在费如节里面 就跟加萨的状况很像 是 然后这个小布希不管 我给你72小时就72小时 你要嘛就进攻 要嘛我就把你开除 那马蒂斯收到了这个 美国三军统算命令 只好带着2000名的这海军陆战队士兵 开拔到费如节 一开始他们收到群之 了不起300名的这个恐怖分子 跟盖达组织 还有伊拉克的一些叛军 逃离了巴格达之后 逃到了这个费如节藏起来 然后2000名海军陆战队 去对付300名的这些叛军跟恐怖分子 绰绰有余了吧 4月4号晚上开打打到了4月28号 不到一个月第一次费如节战役 就吵吵结束虎头蛇尾 因为4月29号美军宣布这样的一个行动 他们不肯承认失败 只有说撤离 进去就失败了 进去就失败 不是才300个人吗 你有2000个人 结果他们一进去 发现剩一两千艇的机枪 跟这个NK-47对着他们扫射 一两千艇 他们没发现说 哇他们已经进入了大陷阱 里面有地道又有壕沟 还有这些所谓的这个建筑物里面 都装满了这个炸药 一进去就好像美军望中桌面一样 美军在那一场战役 几乎损失了49名的这个陆战队的精英 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受伤的 也超过300多名的美军 美军不知道在跟谁打 他觉得莫名其妙的 而且很多平民死亡 当时就造成了600多名的 这个费如节的城区的民众死亡 为什么 因为美军打到后来 虽然不到一个月 可是他们已经分不清楚 里面是敌的还是平民 他们就冲进去像这样的一个 一栋一栋房子 主户的这个搜索 冲进去然后就直接开枪 所以平民跟恐怖分子 他无法区别的话 就全部都杀 杀平民 杀平民 然后后来打到这样的 平民都忍不住 在第二次贝如节战役 2004年同年11月3号 打到12月多 一个多月 平民就直接在门口写了 这个英文字 We are family 表示说这是一户平民 你们不要滥杀无辜 所以美军在第一次贝如节战役 我刚说打到这个4月28号 29号草草撤出 当时马蒂斯就跟小布希总统讲说 你再给我48小时跟72小时 我一定可以把这个 藏在贝如节里面的这些叛军 全部剿灭 就跟现在 以色列要剿灭哈马斯一样 可是小布希说 国际压力太大了 我不能让你再杀 对对对 当时不是小布希要打的吗 不是小布希要杀的吗 不是小布希要打72小时 不然你就给我滚蛋吗 杀了600多个平民了 你再杀下去 大开杀戒美国会顶不住 所有全世界国家跟联合国 都在指责他 而且中东地区都在给美国压力 你这样子我们没办法袖手旁观了 而且你看到了 当时贝如节那个花瓶 跟现在几乎一模一样 当时也是几乎把这个城镇 都毁掉了耶 后来美国在4月29号退出了之后 宣布撤出贝如节 然后给贝如节的居民 六个月的时间逃命 是不是跟现在加战很像 他说你们赶快撤离 我要开始断粮断水断电断能源断资源 让你变成漆黑一片 贝如节有五万栋的建筑 经过六个月平民的撤离之后 11月初美国第二次要进攻贝如节开打 他这个时候把兵力原来是2000人 第二次贝如节战役 他提升到一万两千人 更高的兵力 然后还找了英国的一个军队叫黑卫士 英国皇家入境黑卫士 他有名的格言是贩我者必严惩 六百名的精英英国皇家入境 去支援黑卫士 然后支援美军 然后再加上伊拉克的政府 临时政府也出动了2000兵力 总共超过一万五千到一万六千 而他们掌握的消息 第二次贝如节战役开打之前 这个贝如节里面 他们认为有2000名的这个兵力 最后呢战损 我先告诉大家 美军加上伊拉克 加上英国一万六千人 打这个贝如节里面的叛军 是2200人 那最后呢当然他们的这个叛军 1000人因为受伤被俘 1200人阵亡这是叛军 那美国加伊拉克加 这个英国呢 对他的这个比率 也损这个伤亡了五六千人 也就是说三名美国加伊拉克加英国的这个军队 大概要换一名 这个贝如节里面的叛军 三比一的战损 你出动那么多优势的兵力 大概是六倍的兵力 你竟然战损高达三比一 为什么 因为当时他们把这里面 贝如节五万栋的建筑 当平民撤出之后 断水断粮断电断资源断气断能源嘛 那他就开始大轰炸 对 轰炸到五万栋建筑 打完两次全毁掉 剩下不到一万栋 所以五栋房子 他一栋剩下一栋半毁的房子 所以贝如节接近毁成 然后人员伤亡比例又那么大 所以打了一个多月之后 终于把这个贝如节给攻下来了 但是攻下来一直打了四分之一 有四分之三 还在叛军的手里 美国只好说不打了 不打了不打了 我实在在打下去 美国投降了 我再打下去我会伤亡更惨了 因为我刚不是说三比一吗 再打下去恐怕四比一五比一 所以干脆他们就 又撤出了这个贝如节 草草结束 所以拿这两场战役告诉以色列 你不要学我们 我们的死伤惨重 而且平民死亡更多 如果你学我们这两场战役 你会掉到那个泥沼里 而且跟我们当初一样 你会变成一个你们以色列的大梦业 刚才讲的 这个世界局势已经乱到 我觉得不知所措了 就拜登 又加码 他突然直接对中国降下说 今天菲律宾的运补是正当的 我们美国跟菲律宾有美非协方条约 今天你敢动菲律宾 美国就出手了 这个国际局势真的比我们想象中要复杂 为什么这样说 我刚才讲一个很有趣的美港 拜登是在见谁 在见阿巴尼斯澳洲总理的时候 讲他讲什么 因为为什么 因为澳洲总理接下来去访问中国 所以澳洲总理先来这个地方 先来这个地方之后 他还夸到澳洲是整个亚太印太的 这个重要的基石 同时这些话锋一转之后 他批评中国 他就说 中国你要小心 你不要跟菲律宾采取任何违法的行为 如果中国袭击菲律宾的话 会触发美国跟菲律宾之间的共同条约 他说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卫 坚若磐石 坚若磐石 然后就我们在国际规则上面的一切可能性跟中国竞争 无论在政治冲突还是经济等领域 但我们并不在寻求冲突喔 所以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宝贤 我跟你讲 他不是只有讲给菲律宾 讲给中国听 他其实也讲给澳洲听 你现在要去中国 你要给我了解一道 我现在是对中国的关系是这样 因为什么 传言阿玛尼斯想要跟中国和解嘛 那他现在要去了嘛 所以他 所以我特别在澳洲总理的面前 修理中国 所以这很多意义在这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动作 好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上华尔街日报最近也报道 因为为什么 因为马德雷三号的这个问题 让整个中国跟菲律宾两个国家真的冲突 这个前所未见的这个空前的这个高 你看他就讲嘛 一艘快要解体的这个军舰 导致中飞争端升温 甚至可能会把美国拖下水嘛 马德雷三号会把美国拖下水 所以现在华尔街日报讲这个报道 非常有意思嘛 就是因为为什么 因为最近我们不是讲到吗 这个中国的这个海警船呢 跟菲律宾的这个补给船呢 两个 现在他们又发生了状况嘛 这个菲律宾的补给团 要去这个补给这个马德雷三号的时候 中国海警船就在前面挡住你嘛 所以你看 双方就这样 差点撞上了 那为什么没有撞上 是因为菲律宾的民传就想 我跟你撞我大概完蛋 所以他就赶快闪开 如果真的撞到的时候那怎么办 所以那双方互相指责对方 菲律宾就说你这样 双方挑衅啊 不负责任还有这个非法的这个行为 但是中国也是这样啊 所以双方现在真的因为这个马德雷三号 双方真的有点紧张的这个态势啊 你会看到哎我觉得菲律宾这个小国 它的这个国防能力很弱 对 可是它现在越来越强了 那为什么 你看这个马德雷三号在这个地方 你看他们最近在补给船的时候 很多这个比较 比较这个浅一点的颜色 红色颜色就是菲律宾的补给船 然后还有这个中国的海警船 就在这个地方 中国海警船的话 来说就想办法要呈呈包围你的一个状况 所以它是在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真的相当紧张 而且现在才有一个消息是 如果现在菲律宾不帮马德雷三号拉皮 对 它真的要完蛋了 瓦解 可能要瓦解 它真的要瓦解了 对啊 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 现在为止 菲律宾的关键时刻到了 对中国来说又是关键时刻 所以你看两个国家 当然现在为了这个就是争端不休 但是偏偏这个时候又 这个美国就出手警告 中国你不要给我乱搞 所以显现它是站在菲律宾这一边嘛 对董事长 拜登居然在澳洲总理前面 你这刚好要去中国 我就在你的面前 修理中国 而且特别强调我们对菲律宾的承诺 坚若磐石 那问题如果坚若磐石的话 那中国为什么敢去主动去挡这个 挡它的补击船干什么 那对谁 这个中国在挑衅啊 中国在南海的主张到今天为止 一步都没有停止 对 那同样一个问题 美军美国在南海的阻挡或是努力 也没有停止嘛 那双方都保持一个 猫鼠游戏的情况之下 结果双方都找到空间 不是这样子吗 美国的国力到目前为止 它干预全世界已经两个战场了嘛 在现在这个时候 如果发动南海的这个战争或是冲突 或是说开始对抗的情况之下 请问你是对美军是有利还是不利的情况 不利吗 当然是不利嘛 比较弱嘛 是第三战场嘛 所以在这个形势上而言的话 当然是对这个中方有利 对菲律宾是比较弱势的一方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他当然希望彻底把那个破船给你看掉嘛 对不对 这是老共的想法 就是想借这个 因为现在趁你病要你命嘛 对 那现在拜登 好那我跟他讲 像华尔街的报告就跟他讲 一烧这个瓦德雷三号 真的会把美国给卷进来吗 对当然 如果他真的动了 或是开炮打击了 你说中国开炮打击了 或是说晚上 夜黑风花的晚上 把那个船给你弄沉了 可不可以 可以 他怪招 你不知道出什么怪 我跟你讲老共的招他很多 他有万民 他有百万 他有数十万的民兵 民兵 那个民兵到底是属于渔民 还是属于建制部队 那美国国防部的统计 是把他们规划 把他们计算成军队 对 但他们对外宣称 他们是渔民 他说可以搞你嘛 所以今天这个事情的发生 绝非偶然 是因为这个中东的战争已经将起 所以解放军在 解放军的海军 在这边趁机作乱 如果可以把你这个南海的 岛礁的问题搞得更复杂化 甚至于说把一个破船给你搬家搬走 他的主张又可以得到一些实现嘛 你说中国的主张可以实现 当然是这样子 所以中国对南海的主张 现在是在力道在加剧 这是毋庸置疑的现象嘛 我跟你保证 老共不怕警告 老共怕的不是怕这个 老共是怕的是实际上的损失 一定是在玩这个叫做战争边缘游戏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